海胆馅的饺子每个人都爱吃 但你们知道馅里面究竟有多少纯海胆肉吗 大吉时的一盘饺子究竟是乌有所值还是交了这场税 本期视频大解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郭 今天咱们说说海胆饺子 可能就得有人问了 老郭 海胆饺子能有啥问题 问题出在这个海胆肉上 先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来 看看这块大金砖 商品名称叫海胆肉 你们肯定不信 就这一大块一斤多重 三十块钱 两大还能诱惠 知道新链的海胆多钱一斤吗 我这个是马分袋 小的八十 大一点的一百多一斤 扣出来的纯海胆肉也就七十多克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里面究竟是什么成分 到底有多少纯海胆肉 这个东西啊 我在先下买的 没有配料表 但是从冠状的海胆肉的配料表里面 基本上能确定 也就是这些东西 这一小群海胆罐头 二十多块钱 而这一大块才三十 你们用饺子头都能采出来 这个里面究竟能含有多少的纯海胆肉 估计啊 就这么一奶奶 基本上都是鸡蛋做的 这个就是做海胆饺子的原材料 一盘饺子大几十块钱 妥妥的置上碎 纯海胆肉和加工过的 是很容易区分的 纯海胆的肉是很松散的 用筷子根本就夹不上来 加工过的海胆 柚子很紧实 很容易就夹起来 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 那么有没有纯海胆肉的饺子 有啊 老贵了 一盘不给卖你二百多 还得放在猪油 请餐一起和馅里面 我替你们厂上 这个大丁柱是什么味道啊 有鲜蛋 口感很有弹性啊 也挺鲜的啊 但是很歇口啊 估计都是调味料起的作用 没有海胆的那种香味 我藏口鲜海胆啊 这个必须涨一下 哈哈哈哈吃 馅海胆的口感就是特别的糯 丝滑 非常的细腻 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略有甜味 两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尝个饺子啊 你看 它这个海胆腰啊 就特别的硬着 不松散 这就不是纯的海胆腰 但饺子倒不难吃啊 但我个人还是建议 大家买现的海胆腰 这个包呗 海胆是个好东西 对身体啊 还是有好处的 但是大家如果网购的话 要注意了 现在有很多的直播间 打着现海胆的簧子 卖的是加工过的海胆制品 就是这种海胆梗 口味跟假的鲜黄酱差不多 一股子香气料的味道 不好吃 反是20多块钱一瓶的 都不纯 纯的海胆腰都是这种的啊 一盒80多克 价格百八左右 尤其是内陆的朋友啊 要更好的去鉴别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咱就到这啊 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区分这个海胆腰 下期见 拜拜